他都会有一线二线 然后会有准备 那在就我的现在相关的理解 他是在二线的准备当中 许新少兵还在二线准备中 怎么会发生意外 顾部长坦诚对踢勾腰 从验枪到打靶到清枪的SOP 不太清楚 今天有国军上我反应 他说每一次打靶的时候 他都很害怕 因为清枪的人 第一很多人没有按照程序来 卡弹使安全军官以为处理好了 结果枪支还是故障 有时候是检查的人有问题 有时候根本就是枪支故障有问题 我想委员的指教是对的 我想我下去之后 根据这个事件 我会要求全面的厘清 刚提到的整个SOP 他有没有做到 那应有的SOP是什么 向立委承诺一定厘清 翻开传统的打靶前 验枪上下哨口诀 验枪蹲下取下弹夹 转枪面向右 拉拉饼将枪机固定在后 关保险 通室枪膛棠 检查钥室内有无子弹 无燕壁 送上枪机 开保险 击发 拉拉饼两次 击发再击发 转枪面向左 装上弹夹 转枪面向刺激 起立报号 取信上兵是脸部下额重弹 重弹前枪放在哪个位置 是关键 其实士兵要解释枪子的时候 其实也应该拿起 这个枪支对上 对抗 不可能拿到枪支来看 或是说 他要看看枪口有没有状况 然后突然 一不小心 突然枪口朝向自己 或是说安全军事官 没有仔细的复验或复查 这个枪支内 还有没有上弹的指导 军中在发生旱事 来龙去麦袋 调查厘清 TVBS新闻董事劉婷婷 特不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